我真的超級無敵 不喜歡洗頭髮 只要稍微認識我的朋友 大概很快就可以知道這件事了 OK 如果你真的有潔癖 現在就可以按XX關閉影片了 我懂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執著點 天啊 還在看著你們 該不會也跟我一樣 我承認我從小就不愛洗頭 會不會是我媽小時候太粗暴了 讓我有陰影啊 自從第一次染髮還有瓢髮開始 我就更有理由延後洗頭了 因為洗頭除了會加速掉色之外 太常洗頭還會讓頭皮的自然保護機制消失 綁頭髮 噴乾洗髮 戴帽子 這些都是我常用的官用伎倆 不到最後一刻 絕不屈服 不過度洗髮啊 應該可以算是我第一個 領悟的保養方法 尤其是有染燙的受損髮質 適當衡量適合自己的洗頭頻率 才能好好的保護髮質 保養的第二招 洗頭要洗兩次 既然要洗 就要洗乾淨 添加精油成分的蜂蜜葡萄柚洗髮精 有淡淡的蜂蜜葡萄柚香味 洗起來呢既有淡淡的清香 細細的泡沫一樣可以洗得很乾淨 保養第三招 再洗髮精 加入少量精油 長期使用可以幫助頭皮健康 也可以保養頭髮 這罐常見髮質 複方精油 內含甜橙精油 醒目虛育草精油 還有髒腦迷迭香精油 洗起來會有一個淡淡很舒服的涼感 一邊洗也會一邊聞到舒服的精油香味 抽洗乾淨後 我會依照狀況使用潤髮產品來滋潤頭髮 今天使用的和和白油潤髮乳 是連髮根都可以使用的護髮產品 稍微擰乾之後呢 這一點是我從造型師那邊學來的 不要用毛巾包頭髮太久 濕氣跟太高的溫度都會加速髮色的周期 所以如果你也跟我一樣有染比較淺的髮色 記得越快吹乾越好 哈囉我是米 首先呢要原諒我今天講話 可能會有一點大舌頭 因為我在舌根的地方破了一個大洞 他好像講話超痛 然後很大舌頭 講話不清不楚的 那希望你們喜歡今天的影片 這次呢要感謝南髮祥送呢 邀請我來試用這一款新品 那之前有跟你們提過 其實我從法國回來的那一年呢 就是在這邊上班 所以他們家其實有很多產品 我都覺得很熟悉 有一種回娘家的感覺 那我自己身邊的家人跟朋友呢 也都是一直好幾年都一直在用他們家的洗髮精啊 還有很多的產品 雖然今天沒有辦法一一的跟你們做介紹呢 不過今天主要呢 是要跟你們分享我平常的保養頭髮流程 那因為工作的關係呢 我很長時間都會待在家裡 所以我通常都會比較喜歡早上起來的時候呢 洗頭洗澡 我覺得那讓我有一種提神勤腦 然後比較容易醒來進入狀況的感覺 因為我真的就不是早晨醒的人 那通常呢 我早上洗頭的時候 我都會一邊放音樂 然後一邊多花一點點的時間來做護髮 這次呢也是第一次體驗到 直接將護髮精油呢 加入洗髮精的這樣子一個使用方法 我覺得還蠻特別的 這次測試下來的三週呢 我覺得每一次的洗髮都讓我覺得很舒服 然後很放鬆 那你在一邊放熱水 一邊放音樂 然後一邊調配精油的時候 就會有一種很像自己是方療師還是什麼 就是調配屬於自己的一個護髮配方的感覺 那你洗起來的時候呢 會有一點點涼涼的感覺 不是外面那種產品非常刺激 然後非常強烈的那種清涼感 它真的是很舒服 帶有一點點微涼感 會讓我覺得不抗拒 然後會更容易醒來的那種 一個很放鬆的感覺 會讓我很想要在熱水下面多待久一點點 都不要出去面對現實 然後沒有啊 就可能會開始閉著眼睛啊 就會想一下今天呢 接下來的工作 有什麼要完成的 然後這個禮拜的影片 還有什麼美拍什麼美剪 不知道有沒有人跟我一樣就是很喜歡 在一邊洗澡的時候 一邊胡思亂想 欸! 就只有寫是不是有拍影片 如果你還在看影片的話呢 恭喜你 哪怕江松他們這次也非常大方的提供了一份 我今天示範使用的洗髮精、潤髮乳 還有副方精油產品要給你們做抽獎 那如果你也有興趣想要試用看看的話呢 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也不愛洗頭 但我想要偷皮精油 要偷偷逼你們 就是講說自己不愛洗頭 哈哈 那下週呢 我就會在我的Instagram 限時動態上面 抽出一位幸運兒 然後把獎品寄給你喔 那如果你沒有抽到的話呢 也不用傷心 因為他們這一次真的非常的貼心 還提供了一個專屬於你們的優惠價格 那賣場的網址呢 我會貼在下面的資訊欄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呢 可以點擊來看看 不用擔心 因為我沒有抽成 不管你們買多買少呢 我都沒有多賺好嗎 今天主要呢 就是想跟你們分享一些 比較不一樣的商品 然後也是我平常都有在使用的 我很喜歡的一些商品 然後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呢 也可以到他們的櫃上去做靠櫃試用 或者是詢問一些 像是精油使用上的方法等等的 那記得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呢 千萬不要錯過他們這一次的優惠價格 我覺得真的是還蠻划算的 因為就跟他們平常呢 在做週年慶的優惠價格呢 差不多 喜歡我的分享呢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有分別的 有一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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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夠 有一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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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愛你 有一點好 做得你 要低一點好 你看 我們可以做的 好吃